中文字幕——YK 厦门港作为海峡两岸邮轮母港的区位优势更加明显 东渡港区位于厦门岛湖北山西路 自古即是政府的宽度 作为往来海峡两岸邮轮的重要停泊港口 东渡港区正迎来邮轮经济带动滨海发展的新机遇 县赵基地上的货运码头及港口设施 将由全新的集船港乘于一体的国际邮轮母港项目所取代 那么东渡港区将迎来怎样的转变 又能为厦门的城市做出什么贡献 规划设计通过六大原则 整体构建文娱休闲特色的公园化邮轮母港城 一是 利用基地山海资源 山海城一体化打造 二 植入多元充能液态 拉动目的性的流 增加项目整体价值 三 延续厦门城市激励 创造一人步行尺度 四 构建多维度交通 活跃滨水体验空间 五 构筑多层次立体绿化空间 方案一 一到七地块建筑密度35%至90%不等 切割建筑基地 演绎厦门传统街巷空间 从而形成山与水之间的绿色视线通浪 创造一条功能性文化轴 结合主要的景观轴将文化与自然的元素带入其中 南侧地铁人流也要带入到滨水地板 不同地块内选择性的放开尺度 营造公共开放空间 将开放空间由基连接形成有活力的城市街区 建筑上部空间由空中连廊联系形成整体 屋顶绿化 建筑退台与山体形成多层次的绿色空间 赋予城市公园属性 高层塔楼依次排开 让出底层景观视线通浪 同时避免塔楼之间海景视线的遮挡 植入港口文化 娱乐等功能体系 利用屋顶结合空中步行空间设置标志性娱乐设施 整体规则遵寻厦门休闲化的城市基地 借助山与海实现公园化生态式整体塑形 根据国际游轮母港的三大功能分布规律 它们是厦门文化的缩影 路导风情的体验地 航站楼与预留的滚装作业区结合设置在该区北侧 底层由商业开放节区架空起到目的性的人流带动作用 同时 于栏策设置 猜客印度及行李寄存大厅 方便地铁人流的使用 海洋文化体验中心提供体验多维感官刺激 感知海洋魅力 屋顶的主题乐园结合Skywall与绿化空间 共同丰富城市第五地面 提升高层商业价值 建造厦门新地标 厦门之土 利用自贸区的仪式 在中间圈层的娱乐购物主题区内 打造移岛免税店 保税店 以强大的目的型消费属性引导片区人流 提升区域整体价值 在该区展示性最强的位置 设置以探索主题馆和特色主题秀为吸引液态的文化设施 与G16D块功能呼应 打造厦门特有的人文景点 以民北土楼为设计原型的五星级酒店 注重与外界多维度的事业联系 同时圈出别具一格的内停空间 方案的第三功能圈层为1234D块 与山体共同形成的商务休闲主题区 主要功能为5A级商务办公及配套型商务休闲商业 D块一 由于受到限高和高效平面的限制 办公部分由主塔楼和企业独栋组成 用足景观条件 商业集中占据用地价值最大的西南角 共同形成为合适布局 兼得中央御地花园 D块二办公塔楼布置在近北通路一侧 突出面向城市的展示性 同时获得最大化景观事业 配套商业半围合布局 用足基地的价值高地 与东侧地块商业形成互动 兼得共享预递 12号地块层层跌落的屋顶造型 犹如海浪 树类木墙的整体化设计增强和记忆感 塔楼木墙的微转向处理增加南向彩方面 不仅开阔的景观视野 对西山也起到了一定的规避作用 有选择的在层间设定空中云象花园 将绿色引入其中 三次地块紧连山体公园 法案将两地块整体努力 同时增强于5号地的空中远行 4号地商业占据南侧金角 考虑到该区的展示性尾道人流均好 建议主力变形业台 办公塔楼与5号地塔楼错位布局 争取最大海景及山景事业 建筑主体青山应水 底层棋楼形成廊道 同时引入空中花园及垂直绿坊 三号地块商业独栋 依据限制条件层层推台 形成观景平台及屋顶花园 同时四层以上引入生态企业会所 增加高区商业的可受性 塔楼表皮单元体 有节奏的错动 犹如水波的韵律虚实有致 顶部几层冲条设计 丰富造型变化 获取更多事业 方案一紧扣内向外向型双重客群 围绕暗线游轮自贸区三大优势 打造综合功能目的地港 作实现对内市城市滨海露台 对外市文化风情客厅的城市功能地位 方案二 本方案通过五大规划策略 及三大规划理念 来促进愿景目标的实现 展现立足海溪 代言厦门 面向国际服务两岸的文化旅游门户品牌形象 以体现高端服务品质为基点 规划形成 廊道延展 轴带城网 三星引领围绕四区的总体布局特点 设置横向由步行和生态廊道形成的五条轴线 连山望海 纵向 以主要道路形成两条不同功能的沿街商业带 西侧为文化活动带 东侧为高端商务带 依次在码头、文化体验核心和地铁集散处设置三处核心广场 起到引领区域发展的目的 同时 将基地分为商务办公、高端商业、文化体验和主题乐园四个分区 交通组织方面 法案规划地上车型交通 在基地内部形成两条南北向主要道路 从外围道路引导车辆进入地块内部后 直接进入地下车库 规划设置一处公共电瓶车环线 增强地块可达性 解决基地动线过长的问题 地上人形交通组织 主要依靠人形动线解决 并增设建筑间空中通廊 丰富交通层次增加趣味性 方案以蓝绿双脉、轴线穿插、节点串联、水井点缀 为主体框架构建基地景观系统 通过建筑推介、高宽笔控制及特色环境塑造等空间形态控制手段 在基地内形成三个特色界面 以连续界面强化街区维和感 形成统一格调的宏大感觉 以韵律界面增强人形趣味性 鼓励室内外穿插游览 以开场界面塑造油气节点 满足停住、油气和观景的需求 结合下城市商业内接 增加地下空间的吸引力 产生内容多样层次丰富、形式独特的地下商业综合体 体现地块开发价值 塑造立体多样的垂直空间系统 规划设计充分利用了现有的景观资源 用绿色连廊将四个地块连接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两栋128米高的办公楼位于北侧的1号和2号地块 作为从大桥一侧引领整个地块的双子楼 它们的功能面积相似 建筑形态互相对应 整体向上的建筑形态象征着出海的风寬 面向着大海和港口 严谨而独特的设计将给整个地块带来活力 这两状超高层塔楼 有半空空间和商业群房 外加 会议室 交易厅 空中花园 以及观景通台等 它们充分贯彻地打造城市客厅和垂直花园的核心概念 地块三设计打破传统商场的做法 由外而内 充分利用紧邻的双湿山景观资源 将外部的景观阳光引入建筑内部 在建筑单体上设置多个室外平台 将周边的景观引入建筑与环境和谐共处 这幢160米的超高层塔楼 将以其个性化的外形和舒适的实用体验 成为这个街区的地标建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台里的衣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